Let it go! Let it go! 咳咳咳 迪士尼電影魔術奇緣 有幾個風魔萬千小女孩就是人都知道 不過有家長跟我們說 說連他兒子都是超級粉絲 他不單止每天拿著Elsa公仔在let it go 還說要買一條公主裙來扮Elsa 令父母很擔心地問我們 我兒子會不會有易服癖 還是有性別認同障礙 各位家長在胡思亂想之前 不如先聽美國心理學家Laurence Colbert怎樣說 根據Colbert的性別行常理論 小朋友認識自己的生理性別 是需要經過三個階段 初生BB對性別可以說是毫無概念 但隨著他們的認知發展 到兩歲左右 他們就懂得以外觀來分別男女 例如長頭髮的就是女生 游泳不穿上身衣的就是男生 但要去到六七歲左右 他們才會明白到性別是天生的 不會因為髮型和衣著而改變 而當他們了解到這一點 就會很自然地表現出符合自己性別的行為 例如傾向和同性的小朋友玩 玩些被視為屬於自己性別的玩具 如果你的兒子想要扮Elsa 可能是因為他更小 對性別的概念未是很清晰 但反過來看 就算兒子真的喜歡玩壞些女生的東西 又是否一定有壞處 家長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何會這麼擔心 是否因為我們的社會 普遍對性別都有一些既定的看法 例如男生就一定是渣渣跳 喜歡踢球玩跑車 女生就要有熟女氣質 玩公仔煮飯仔就適合 學術界稱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為 性別定型觀念 有不少性別研究學者指出 家長的性別定型觀念 不但會直接影響他們對小朋友的教養 還會間接影響小朋友的行為表現 對自己成就的期望 甚至對自我能力的認同 譬如說 一般人都會覺得 男生的數學頭腦會比女生厲害 但事實又是否這樣 美國學者Janice Jacobs 就曾經做過一個針對6至11年級學童的研究 她邀請了大概400名家長 跟他們的小朋友做一系列的問卷調查 發現小朋友普遍都覺得 男生的數學能力一般比女生高 但如果真的要對比分數呢? 這班女生的數學成績 其實都高於那班男生 有學者發現 家長因為受到性別定型觀念所影響 會覺得男生在數學方面比較厲害 因而跟他們玩多些訓練數理的玩具 但女生就較少機會有這樣的栽培 久而久之 他們就會覺得自己不擅長數學 又或者不喜歡數學 還會慢慢主動放棄發揮這方面潛能的機會 就算有能力 將來都不會選擇工程科技這些方向發展 如果不想影響小朋友的自信心 不想他們的潛能發展受到局限 父母應該怎麼做? 或者可以試試先由玩具入手 任由小朋友玩完所有男生和女生的玩具 他們的發展就可以更多元更全面 例如堆砌積木或者運用科技的玩具 一般都會被視為是男生的玩具 但其實女生同樣需要這類玩具 來提升他們的空間感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主犯仔做手作仔這些女生玩意 同樣也可以培養男生的人際關係技巧 和訓練他們雙手的靈活性 世界上的知名大廚很多時都是男性 香港最近也有一位年輕的男性芭蕾舞者 憑著出色的表現加入法國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 成為他們三百年來第一個華人團圓 所以家長要時刻保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安排課外活動的時候 也不要因為性別定型觀念 而騙殺了子女在某方面的才華 想知道更多容易知識?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